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每一台动力装置内部都有一个动力发动机 一般汽车的发动机体积都是巨大的 并且零件颇多 机密又复杂 而且重量方面也是不轻的 现在有人尝试了一下世界上最小的引擎 那到底有多小呢 整台引擎估计只有婴儿的拳头大小 一个个细小的引擎要用捏子才能组装 十分惊奇 相信在有很多需要精细的地方 还需要用发大镜才能切合装在上 各种各样精简版的小零件 仿佛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有趣 麻雀最小也是无脏俱全 但是这么小小的一个引擎 能够产生动力吗 当然可以 只要把所有的零件一个不少的组装好 再用注射机向里面加住燃油 润滑油 然后开发动机 发动机的威力可以带动旁边的螺旋桨高度转动 声音嗡嗡的十分有威力 由此可见体积再小 只要发动机能够保持原有的构造 保持运转 一样可以产生巨大的动力 那么联想到正常体积的汽车 发动机引擎 产生的动力果然是惊人的 机械的产生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人类接触一个小小的机械 无数一个小小的零件布 按规则组合在一起就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人类复杂的机械运用 起源于工业革命 瓦特改良的蒸汽机 为人的世界带来的最初的动力 由此想打开新世纪的大门 人类由燃料 带动机械产生动力的历史是漫长的 但是人类也在不断的进步 相信在机械方面也会有更好的发展